我丟你心灰溃 我的心灰溃 那就春风对面家 我比较想要听你的语言唱这首歌 没办法 而且我好奇我唱的香调还ok吗 因为我常在我的影片里面唱这首歌 真的哦 我丟你心灰溃 我的心灰溃 那就春风对面家 我丟你心灰溃 我的心灰溃 那就春风对面家 我丟你心灰溃 我的心灰溃 我丟你心灰溃 我的心灰溃 那个Gail也有唱过这首歌 他没有唱的比我好 不同风格 我给我打分数 给你打分数哦 好为难人哦 因为我算是一个蛮实在的人 我很爱听实在的人 但至少你音很准 有没有听到 因为呢 为什么我想要唱这首歌呢 因为有一次呢 我要出台语歌 单曲还是专辑 好 那就是一个单曲 还好 然后我就去那个 然后我就去那个录音嘛 然后制作人就叫我唱这首歌 蛤 你翻唱吗 没有没有 就是让我就是 找个感觉这样 我就录这首歌之后呢 那个制作人就不见了 他觉得你不要闹了 他是要请你出去 终于来了 我真的很开心 应该不是我歌曲的问题吧 不是 不是是我歌人的问题 这不可能性的问题 没有 下次你如果要录台语歌的话 你可以找我去 好 我可以当你的制作人 对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这一次呢 我出这张专辑关于你 算是我第一次自己出资 然后参与所有的制作过程 关于编曲啊 或者是你要听任何的混音啊 然后每一个人的词语 我都要审核你知道 所以我这一次参与其中 我觉得非常辛苦 可是呢我也得到了很棒很棒的经验 我真的很好奇哦 就是你说你全部都有参与 包括宣传稿嘛 因为宣传稿我是觉得写得很深 从头到尾我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都是我要亲自审核 然后跟大家讨论 那我就更好奇了 我是因为呢我常常去演讲嘛 然后就是我最常被问的问题 是要怎么找到自己 什么是自己这件事 然后你的这一张专辑 十首歌有十种不同身份 我是觉得 那就代表说 其实你真的非常清楚 自己的每一个面向 每个样貌 可是找到自己这件事 不是所有人都做到的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我就很好奇 十个身份怎么找的 我跟你说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是那么了解自己 但你可以从别人身上找到自己 尤其是比如说 其实关于你有十首歌 等于是有十个面向十个角色嘛 那这十个角色我怎么建立的 就是其实你会有人生经历 然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 跟越来越找到更多自己的身份 比如说我也是到了可能前几年 我才找到老板这个身份 然后妈妈就是你要生了小孩之后 才会成为妈妈嘛 所以你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 很多的感受跟体验跟经历之后 你会慢慢找到很多自己的角色跟身份 我是这样 那时候在发想专辑的时候 跟我老公就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这张专辑 要让大家听见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甚至是听见我的故事之外 你也要引起大家的共鸣 像这些角色其实很多人会有共鸣的 因为你可能是别人的小孩 然后别人的孙女 然后也可能是妈妈 也可能是别人的老板 各个角色其实我就希望 除了让大家更认识李千娜之外 也可以把这些角色跟大家做连结 所以大家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除了再更了解李千娜 也会听到说 我在讲她的心声 其实我喜欢有一句话就是 是从别人身上可能找到自己的某一种身份 因为我一直讲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你要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自我认同也好 其实自我认同最基础最基本的东西 其实它是从差异开始的 它是从你跟别人不一样 去建立你自己自己 比如说单纯我们讲一个爱人的角色好了 你成为每一个人的爱人 其实表现 个性 跟相处方式都会不一样 可是我特别讲一下好了 我常常会因为吵架 反而更了解我自己 就跟对方吵架的时候 你会更了解自己 说原来我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是我吃醋的样子 可是我面对所有要讨论 沟通事情的时候 是这个面向 可能你没有吵架 你不会发现这样的自己 可是当你吵架的时候 你觉得 我又因为对方了解更多自己了 很多大人很爱叫我们不要吵架 或者什么东西 其实我一直想要解释的是 其实意义的生产 它要用不同的意义去碰撞 去摩擦 你没有碰撞你不会发现 它才会产出新的意义出来 所以其实有时候吵架 甚至跟自己吵架也是一种吵架 对不对 有时候你在骂自己 或者是觉得自己的逻辑不对 你也可以发现说 原来你自己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可以去思考 像你看前阵子疫情 你看那么多人 学会了厨艺这件事情 他原本没有想过说 我每天要被关在家里 然后我能够做什么 关起来反而你就没事做 反而去挖掘了自己的兴趣 或者是开发另外一个才华 我觉得那也是在了解自己 我们没有要讲说什么疫情很好 就是什么 我们有这个意思 可是像我的 我也觉得疫情 我才红起来 我就是因为有疫情 我才拍影片 那就换成我们没饭吃 真的吗 因为疫情 我们要出去表演 疫情的时候我们全部封锁 所以其中一个身份 在死的身份里面其中一个是妈妈 对 根本就不像怀孕的人 你说跟你比吗 所以跟我比你太不像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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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礼貌自己出去 衣服有包比较紧 所以 妈妈这个身份 一旦怀孕就有了吗 就是那个妈妈的感觉 没有 我觉得你一怀孕还没有那么大的体验 你要从她开始 你看到她的影像 然后有心跳 然后有骨骼长相 五官很清楚的时候 才慢慢感受 甚至是她真的生出来 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妈妈 你真的要把她从小带到大 经历她的所有的成长过程的时候 面对种种的困难 你才会发现 原来这是妈妈 对 其实怀孕还没有办法 那么大的感受 因为当妈妈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真的喔 对 因为我从小就自己 觉得到底自己是女生还是男生 然后我觉得我是跨性别 我好像 有向往过怀孕跟生孩子 真的喔 可是毕竟现实的条件就没办法 可是我就会好奇说 那个妈妈这个感觉 她是从怀孕开始出来还是怎么样 我就很好奇 对 一定是从怀孕开始去感受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怀孕 我觉得你可以去领养小孩 然后从比如说她很小baby的时候 开始经历她的成长过程 我觉得那个体验也是 我觉得妈妈最伟大的地方 对 其实对于妈妈的定义也很多 对我来说 你要用怀孕 决定她是不是妈妈 好像也不见得 对我来说了 对不对 可是有些人有一派 就会觉得 就是只是把她 养大成小孩 光是抚养长大 跟教育她这件事情 就是天大的哲理 对对对对 太难太难了 对对对对 所以妈妈这个身份对我来说蛮特别 蛮有趣的 对对对 那还有其他身份就是 怎么讲 最近在你的人生当中 占比较大的板面吗 板面吗 板面吗 最近的板面就是胎儿 就是去到哪里 大家就一直问我 关注我 就是 baby在肚子里啊 然后有没有变胖啊 然后有什么感受啊 没有变胖啊 然后经过了二十年之后 滑到第三胎的感觉是什么这样 就是很辛苦啊 我觉得我现在高龄 然后跟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 要怀孕生小孩 那个体力真的是差太多了 对 但我觉得我很开心 是因为这张专辑写了十个角色 其中一个角色是 我在写的过程当中 已经快完成了妈妈这个角色 然后她就爆到 然后所以我就把她的心跳声也加进去 然后还有写了她一些歌词这样 所以就妈妈这首歌就会有我三个小孩子的 我跟她的互动 比如说有情绪的碰撞啊 因为跟小朋友一定会有情绪的碰撞 然后或者是跟她在一起的享受的 美好的时光 或者是你在教育她 或者是跟她互动的感觉 我全部都写在里面 所以就是会 这个角色刚好在这个时候产生 我就会觉得 我好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因为特别有意义这样 对 开始当妈妈这个角色 然后自己又当过女儿嘛 对不对 然后我又在资料看到你是一个 就是不言商的女儿 吗 是不是 不言商的女儿 就是不言商感的女儿 应该说 然后会独自消化成长 应该说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我从小是爸爸带大 跟奶奶带大 所以我觉得她要抚养我们三个小孩 我一直看到的都是她的辛苦 每天不断地在工作 然后她的工作又是那种要搬很多重物 然后靠一个人经营一个歌舞团的布袋戏团这样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真的不一样 你说不言商嘛 我可能比较能够感受父亲的辛苦 所以我就比较独立 比较是报喜不报忧 什么事情都隐藏在心里 比较不会告诉她说 爸爸我今天很辛苦 或是我难过 我都不会让她知道 我反而就会让她知道我开心的一面 然后很快乐的一面 那能够尽量帮助她 然后孝顺她 可以做这件事情就好 所以我在当女儿这个角色 虽然如果不告诉我家人的话 我虽然很辛苦 可是我希望她们知道我是好的 过得好的然后幸福的 我就会觉得我比较 不会感觉好像是对不起她 或是因为她们那么辛苦 还要让她们担心我这样 那个过程不简单我觉得 对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要你自己去面对 所以她给你现在的自己 带来什么样的成果吗 成果吗 就是很独立 所有的事情都靠自己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我是最小的 有个哥哥跟姐姐 每次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我是大姐 因为我就会特别独立 然后所有事情都靠自己完成 这样 比较我会求助任何人 对 所以好像这也造就了我之后的个性 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很独断 然后有自己的想法 跟比较不会畏惧说 遇到阻碍我就退缩 这种 懂 因为我自己 因为毕竟我们从小就是一个 我从小就是一个胖子 然后反正就是完全不符合大众审美的那种 所以从小到大绝对是被媳妇 被霸凌长大的 可是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会跟爸妈去讲的这件事情 当然 然后其实带给我的效果就是我变得很幽默 可是你是真心的吗 还是你会回家很难过自己哭 我是觉得这些幽默它是被逼出来的 他是被一些冲击或者什么 就是你不得不幽默 你不幽默的话 你会死掉了 懂 所以我就会觉得 其实那个过程 如果今天我有个孩子好了 我会不忍心他过跟我一样的那个经历这样 对 因为 那很 那不是每个人可以经历的事情 那我问你你怎么样释放你自己的情绪 比如说你被霸凌被欺负的时候 我是把它当作 因为当我被霸凌的时候 小时候就会觉得 一开始觉得会自责嘛 因为每个人都会要找原因 说为什么到底自己 可能自己的问题 对等等 可是当你常常遭受到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会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你就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应对它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 用至少的方式 用幽默的方式去接纳它去 所以接纳它好像有办法让我活得很顺 对 活得更快乐一些 对 所以 所以才会变成 很多人一直问我 我为什么这么幽默 然后我回去想 好像我的幽默感是被逼出来的 所以我就会好奇 好像你这样就是一直把自己 独自消化 然后就是闷在心里 我跟你说 你刚才讲 你遇到这些事情怎么面对 怎么去化解你自己的忧郁的时候 其实我要说的是 我真的没有特别什么方法可以教大家 因为每个人个性真的不一样 对 他过不去他就是真的过不去 对对对 而且每个人承受的能力跟能耐真的不一样 对 也许我们 你看我面对人这么沉重 这么庞大的事情 可能我可以过 可是别人小小的事情可能还就不行了 对 所以你说我要怎么样告诉大家有什么方法 我只能说我很幸运 我生长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跟充满爱的家庭里面 然后我自己又天生很乐观 我射手座什么事情很快就过了 对 可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真的让你开心的事情 你不断去寻找 不要一直独自面对自己 因为你如果在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一直钻研它 然后只有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只会更痛苦 永远找不到方法 你要试着出去外面 跟别人交谈 然后去找你觉得会让你开心的事情 对 我觉得乐观要训练 对 要练习 这真的很难 我相信真的很难 因为我也有想过有一天 如果我的小孩在学校被霸凌 我应该要怎么教育他 或告诉他要说出来 因为真的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就不说嘛 就像你不说 对 可是不说的话 你是可以承受的 对 那如果不能承受的人呢 我没有办法想象 你看我们看过这么多影像 这么多社会事情跟电影 就是在讲80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承受之后 他可能自杀 可能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或是危害别人社会 更多更多 我就想说 哇 那我们要怎么样制止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让这个世界 真的一直充满爱跟善良 真的会好很多 那我能够做的 比如说我是一个歌手身份 我可以创造出更多开心的歌曲 或是让大家能够很疗愈的故事 告诉大家 或励志的故事 来给予大家鼓励 我只能够尽量的做 或者是比如说 我最近就是代言了 2024的唐诗证基金会的代言人 我就会希望说 你看那宝宝 他们就是可能会有残缺 或者是他们天生就是会有一些状态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那他们都这么努力在生活 跟想要生存下去 所以我也觉得 我有能力我去尽可能帮助他们 然后也让大家看见 你看他们这么开心的想要活下来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更珍惜自己 可是我蛮好奇的 那现在 现在你说我已经走过来的人了吗 先不参考要怎么给别人意见 我好奇 当你回去看 当时正在就是独自推生的自己 你是怎么看当时的自己 你知道我现在回去看 我自己都觉得 我好勇敢 然后以前我每一次谈到自己的过去的时候都会哭 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不会哭了 不是因为他不痛了 或者是他不够难过或是不够辛苦 而是我觉得我战胜他 然后我好像一直在往前走 如果我学了不哭了 然后能够往前走 其实表示我我长大了 然后我体会了那一些 我好像 那变成是我当歌手 或是我当演员的一个很大的养分 对 对 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很痛苦的过去 对 懂 就是 现在是以 渐渐地以另外一个人的身份在看 对 他很像是我背后的一股力量跟一个支持者 他就是推着我前进 因为我再怎么经历那些痛苦都已经过去了 可是我要是没有这些过去 我没有现在的自己 对 我觉得那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什么生命线 做的故事 什么节目 真的吗 好像讲了有点感伤 就是我的内容 你的幽默呢 这个系列我要报那个金钟奖 感性的感性的 对很感性 私信节目 有没有有没有那个方向的感性 有有有有 刚刚很多 对我们这是深聊内心的感受 这个系列我想要让大家知道 我不只是一个疯疯的胖子 对很私信的一面 自己讲 不会啊 因为我觉得刚刚光是听你自己在讲自己 短短的经历 我就会觉得真的很困难很辛苦 对 对 我有觉得你自己能够这样走过来 就是要给你很大的掌声 谢谢 对 我里面有比如说写到朋友这个角色好了 我真的没有朋友 我在建立这个角色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大家讨论 我就 我没有朋友 因为我是宅女 我不想出门 然后 要怎么样建立朋友这个角色 怎么写它 我就自嘲自己 就比如说 其实每个人看到我 就都会说我很瘦 你怎么没有瘦啊 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 真心在慰问呢 还是说 他只是在嘲讽 还是说只是一个客套的 讲话方式这样 但这个却成为了我 好像 在大家印象当中的一件事情 就是李谦那怎么那么瘦 所以我就把 很有趣的一些好玩的歌曲 歌词写在这首歌里面 这首歌就叫 我好瘦这样 然后瘦是灵魂的瘦 他是0号的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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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忍不住了 可以可以 我比較喜歡你這樣 我剛剛真的太嚴肅了 你就剛拿那個 大概15分鐘拿去幫我講講 後面可以剪掉 而且我也是沒朋友的人 為什麼沒有朋友 是你不喜歡交朋友還是 因為很多人就是喜歡出去交流 交際然後認識新朋友這樣 但我真的不喜歡 就連我 還比較好一點 朋友常常要約我出去吃飯我都會拒絕 對 我出去可能就是想要談戀愛 因為我沒有談過戀愛 從不 這是什麼眼神 我是母胎單身 那是因為你 選擇比較多 現在完全沒有選了 那標準比較高還是 完全沒有標準以前有 可是現在就是如果你缺錢 或者你爸媽是要怎麼交房 他也可以找我 甚至你有女朋友 我也可以幫你養女朋友 你這麼傻 不行 為什麼不行 不要 你還是要選一個好人 就算你沒有一個什麼高標準 但他至少一個是一個好人 和善良的人 他是要愛你的 會疼你 12月29號呢 我已經發行我的官 與你的專輯 數位專輯 還有實體專輯 就是在各大唱片 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 關於你這張專輯呢 其實在講我人生當中的十個角色 然後也希望 不是要擺脫過去 而是希望你可以更認識李千娜多一點點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finde critique 絕音